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CCYP邓宏说法法律节目 邓宏律师是专精刑事辩护及重大伤亡事故理赔的美国联邦律师 他每天收集一些重大的法律新闻 每个星期五通过华人工商CCYP平台 向全美各地的华裔新移民 介绍过去一个星期当中的重大法律新闻事件 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加州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知法守法据理力争 邓宏律师你好 你好Candice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邓宏律师你好 在这个星期您觉得有哪些重大的法律新闻 值得我们华人关注的呢 对 大家关心的话就中美关系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星期突然间 美国国务院要求Tilson的中领馆 必须在今天4点钟之前关闭 同样的昨天中国也宣布 必须在72个小时之内 美国撤离武汉的美领馆 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中美真的是交恶 导致的话现在所有的大家 尤其是我们华人都担心 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但是当然的话很多相接的 还有因为这个政策会影响到贸易 影响到移民 影响到观光各行各业 我们华人都可能会受影响 当然在昨天美国国务卿 Mike Pompei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时候 他将真正的川普总统 全面向中国开战这个宣言 这个跟大家说了 其实他为什么选尼克松图书馆呢 就是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 在基金阁安排之下访问了中国 以后后来在1979年 中美恢复了关系正常化 从在过去48年 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也像也允许美国对中国的话的经济开放 并且支持中国加进WTO 很多方面的话做了很多的努力 出席出席的中美关系友好 我们常常会说 还好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 我们所有的观众才有机会在美国生活 因为没有他在这打开门 那我们可能永远都关在里边去 不过来说在昨天 唐蓬佩关门了 他说中美关系里边 现在经过开放48年 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并且他提到中国经济 虽然发展了 但是他批评中国利用偷窃 智慧财产这种各种做法 不公平的竞争 导致美国的利益受损 他说对中国这种blind engagement 就是没有盲目的交往的话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他说我们美国希望能够透过经济的开放 促使中国改变他的政治意念 政治机构 所以他这个部分就可以显示出 现在美国已经是 关系已经是到了最低点 可以看得出 在中领馆 休斯顿的中领馆关了之后 现在担心的话 就是说很多居住在德州 福尔达州 很多民众也可能办签证 就是去中国旅游签证 可能也没有了 没有这个机会了 中国的侨民居住在南部的很多州 他们要办这些公证 还有中国护照的renew 都可能会很大的不方便了 同样的中国决定关了美国驻成都的美领馆 这个也是令人感觉到 这个认为是对等的 同样的他们政界人士认为 这个也是显示出中国不想将事态闹得太严重 因为在一单指外交对等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选择关梅林美国驻 往广州上海沈阳这些地方的话 那可能考试 或者甚至香港的话 会导致反弹更大影响更大 他挑选成都 因为他的领事范围比较少 管的人数也不多 他一共的话 美国的外交官有50人 当地的职员有150人 头头加起来有200人 所以他选择了关了成都 当然会不会有下一波的行动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并且的话中国已经是命令 你必须在72个小时 再去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钟 关闭成都的美领馆 当然双方的你来我往这方面的话 遭殃的还是两国的民众 包括我们很多的华人乡家 华裔的侨民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的 美国司法部7月21号的时候指出 两名中国籍的电脑黑客 涉嫌窃取数百家美国企业及政府组织的新冠病毒的研究资料 而且已经遭到了共计11项电脑犯罪 窃取商业机密等罪名的起诉 邓律师那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对他在司法部在这个星期指控了一个名叫李小玉 还有另外一个叫董家志的这两名人士 他说在过去11年他们透过电脑网络来 海进了美国很多企业还有政府机构 以后他们甚至的话跟中国的国安部门合作 以后海进了一些机密的 包括想办法释取新冠病毒研究这方面的资料 他们指控说这两名海客的话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 以后他们是专门来海进政府的部门还有企业 当然这个司法部在宣布这个红使他也是一再的话 就是发表了推动另外一个这个信息 就是因为在Mike Pompei国务卿里面 他也提到现在的话有六大战 六大的战将 一个是国防部部长他要进行南海宣言 要对中国的话在战争方面的话 表示这个中国在南海这方面的行为是不当的 他们不是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 第二个的话是司法部部长William Bond 透过这个案例就是说你中国的海客 就是日冲美国并且偷取美国的智慧财产 所以他用这种方法的展示 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有一大部分是透过这种不公平 不合法的手段所获取的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message 第三个message的话 同样的这个Christopher V FBI的director在上个礼拜 他也是透过记者会的方式 也是向中国 他说我们现在的话认为 中国的很多学者学生 都是在替中国政府做间谍 做情报 以后并且的话 他们也是想办法 透过这种方法来传递四个信息 来表示的话 我们现在不对中国 不会手软 当然Mike Pompei的话 他也是透露他说在两个星期以前 他跟杨洁篪在下位会谈的时候 没有任何成果 所以可以看得出 现在在选举之前 11月3号之前 中美的关系还一直恶化 当然今天早上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FBI也是司法部 也是宣布的 一名叫唐娟的军医 女军医 她是中国第四军医大学里边的研究员 她在申请 现在在UC Davis里边做访问学者 用J1的签证 但是的话在6月20号 她跟FBI去谈的时候 在她手机上发现她穿军服 还有很多的电子邮件里边的话 也有跟中国军方的往来 在申请签证的 允满了她军方的身份 以这个理由里边的话 她已经提出了签证欺诈的罪名 不过说 传闻这个唐娟 有可能躲进了旧金山的中领馆 没想到里面的话 这个也是引起 这几天引起外界的关注 因为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面说 我们不排除 关闭其他中领馆 这种可能性 这种原下之意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中领馆不交人出来 还有甚至可以将旧金山的中领馆也关了 不过说她这个 现在唐娟已经是被带走了 现在面临刑事起诉 这个危机暂时解除了 不过说中美的关系 现在还是一样 每天都有新变化 这个每一个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在美华侨 或者是在美华人里边相关的权益的 除了像邓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美关系 是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大家还非常关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政府什么时候会再次给大家发钱 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周四的时候表示 川普政府努力数周 现在和共和党人达成了一致 然后将再给美国民众发放一轮纾困款 那邓律师想请问一下您 具体的这个纾困法案是怎么样的呢 对我们知道的话 在自从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已经有三轮的纾困计划 包括CARE法案 CARE法案的话包括PPP计划 还有每个民众可以拿到1200的纾困补助 补助金这个部分 现在的话到7月31号 这个实业补助的话 也会失效了 所以现在美国还没有全面徒工 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有可能没有工作 并且的话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这种情形的话 参众两院的话正在密议 想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在6月份的时候 国会已经通过了 民主党的控制的众议院 通过了一个所谓的英雄法案 要求联邦政府进行第四波的救援计划 预算是3兆美元 当然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大 并且大部分的资金 是要用来补助地方政府 州政府里面的预算 我们加州政府预算的话 在7月底通过了 但是他已经将联邦 可能拨给加州的经费 算在里面去 如果是联邦 不有任何纾困计划的话 那州政府的预算 有可能会落空 要重新排预算的 我们现在对个人民众来说 目前今天 财务部部长 Steve Mnuchin 跟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现在白宫已经认同 让民众的补助的话 是每个人像以前一样 是1200 不过民主党的版本是 每个人的标准放低的 以前的话就是 跟家人住在一起 未成年才能够拿到钱 现在的话就是成人跟家人 如果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还是可以的 另外方面 大学生以后留到 在外地念书以后 但是报税跟父母报在一起 前一轮的纾困计划 是不符合条件的 现在是符合条件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很多绿卡人士 现在是拿不到钱 但是的话 从这个新的计划 它是允许 非美国公民 包括绿卡人士在内 可以拿到1200的纾困计划 纾困补助金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现在就是参议院的通过 白宫已经表示可以接受 并且国税局说 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可以马上发放 所以从现在开始 可能要四个星期左右 我们的大部分民众 如果收入不到10万块钱 整个家庭收入不到15万的话 还是可以多拿1200 美元1200这个纾困补助的 有关于州政府的补助 还有其他的补助 现在的话 还在讨论之中 我相信里面 因为共和党的预算的话 他说我们的纾困计划 要控制在一兆以内 而是民主党所提供的 是三兆美金 所以这个数额的话 相差非常大 所以双方还在抹合之中 那自从2018年的1月 加州关于大麻合法化的议案 正式生效以来 非法种植大麻的消息 也是越来越多的 加州议会正在制定 高额的罚款法案 以惩罚对非法大麻销售者 提供帮助的相关从业者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邓律师 这里的对非法大麻销售者 提供帮助的相关业者 具体到底是指的是什么人呢 很多时候现在在加州 2016年通过了64号提案 允许大麻合法化 2018年开始的话 就是大麻的种植买卖 要合法化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现在尤其是疫情期间 大家关在家里面 压力比较大 抽大麻的案件明显增加 成倍增加 现在的话 再透过这个网上里面 可以透过一个什么VMAP 这种online的app 或者是网络 就可以知道 附近里面的话 有哪几家大麻供应商 可以送大麻到府 或者是在家附近的话 有哪几家大麻店开业的 以后在加州 已经将大麻业 作为一个essential business 这个必须生活必需品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 这个需求量大增 但是供应跟不上去 因为大麻要种植 拿除了州政府 要拿到大麻种植造之外的话 地方政府也要拿到 政府的制造 另外一个也是出现问题 虽然加州有64号提案 允许大麻合法化 但是联邦政府还是一样 将大麻归属于毒品 所以说所有的银行 现在也不能够给大麻业 不管你是有合法的大麻 dispenser 这个营业制造 或者是种植制造 银行都没办法给你开户 出现一个问题 大麻的行业交易 都是用现金进行 有的现金偷税漏税的更容易了 所以出现问题的话 现在在加州 当初我们通过64号提案 最重要的话 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从大麻业 业者身上的话 合法化 能够抽税 但是没想到的话 现在三分之二的大麻业 都是地下作业 地下作业情况之下 他们没有交税 真正交税的话 只有31% 32%左右 针对这个问题 加州议会现在有两个提案 第一个提案里边的话 叫AB2122 这项AB22的话是Branko Rubio议员所提供的 他说对于这些非法 给非法大麻业者提供广告宣传 这些网站 我们要罚 因为他们透过这种网站的话 像APP的话 大家民众里边的话 获取了大麻 跟合法的大麻店的话 进行不公平竞争 所以这个业者的话 必须要查证 这些大麻店 有没有市政府 还有州政府的执照 如果是没有执照 包括这个出售执照 运送执照 或者是种植执照的话 而这些乡家提供宣传服务的话 最高可以每天罚3万美金 所以这个重要的话 所以你帮他登广告 你必须要查证 他是有执照的 因为他没有执照 你帮他登的话 每天要罚3万美金 另外一个提案的话 这个Ron Bonta议员是北加州一个非常liberal的 这个菲律宾议员的议员 他提案里边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合法的这些大麻的话 业者生存非常困难 因为大部分的业者的话都是非法的做 所以其中一个原因 他大家不去地下化 就是因为我们要交税交太高了 现在是15% 所以你在大麻店里边买的话 100块钱都是 100块钱的大麻糖 大麻烟 你必须要付15%的税 太高了 他希望将这个大麻税的话 降为13% 以后再继续到明年他降到11% 所以他这个要降税 鼓励大麻合法化 另外一方面的话 有很多 有很多 政府因为的话 资金紧缺 所以他们也想生财 所以他们生财有道的方法 他们就可以开始 透过了 这个 这个罚款的方法 因为我们很多华人的 从事大麻业 都是在家里边 在大麻屋 这是违法的 刚才讲过 合法种植大麻 必须要有州制造 还有地方政府的制造 在家里边 住家的制造里边 不可能拿到的 第一 住宅地方是不能够做 商业行为 第二个 这个你的安全 有很大的故意 大部分的房屋着火 也是因为非法种大麻而引致的 还有出现偷电 还有这个 很多时候灌水里边的话 会破坏防止这个问题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里边的话 很多市政府 现在已经采取严格的措施 如果你在家里边 非法种植大麻 每一颗大麻 可以罚100块钱到500块钱 所以一个大麻物 如果是里边非法种植 超过700的话 基本上的话 这个数额是从7万块钱 去大 所以这个部分 市政府也开始采取行动了 那上个月 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 有一个豪宅之外 有一对白人夫妇持枪要求示威者 离开私人的土地 在7月20号的时候 由密苏里州圣路易检察官 以非法使用枪支 重罪起诉这对白人夫妇 这个事情 居然引起了包括川普总统 还有密苏里州州长出面 他们都纷纷帮这对白人夫妇说话 那邓律师想请问一下您 那那么多人帮他们说话 现在这个案子进展如何呢 对这个也是引起各地民众所关心的 因为在Black Lives Matter的黑人民权示威 运动过程之中 很多游行示威的人 要到St. Louis市长家里边去门口游行示威 当然市长的棺宅里边的话 光好就是住在St. Louis的富人区里边 富人区里边的话 这个豪宅的话 几百万的豪宅上面 一个白人叫做McCoskey 还有他的太太Patricia 他看到这些游行示威人 经过他家门口 他担心这些示威人士 会冲到他家里边去 或者还是溃坏他们家里边 一些外面的一些财产 所以他先生McCoskey的话 拿起一支长枪 这个来副枪 他太太的话 拿起一把小的手枪 两个人在他屋外面的话 就是拿起枪 对着这个示威人士 以后想办法 喝止他们到他们的财产 的房产里边 当然他这种行动的话 被拍下来了 在网上广泉 大家知道里边的话 这个现在当地的St. Louis的检察长 决定起诉这两名屋主 他说你们这样做法的话 是非法展示武器 以这项重罪起诉了 这两名白人 当然St. Louis的话 他的州长那边的话 他是说他是共和党的 他说这种做法的话 是不做不对的 一个民众有持枪的权力 并且的话 他并没有伤害的人 他在自己的财产里边 展示武器并不违法 如果就算的话 现在的法律说他不当 就算违法的话 我作为州长 我有这个权力 Pardon 特赦他 当然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川普总统也插一头了 他说这两个人 行使他宪法第二搜征案 保证他的持枪权力 所以的话 如果是在联邦案件里边的话 我也会特赦他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引起很多的争议 因为第二搜征案是保证民众持枪的权力 所以的话最高法院的话 在很多判例下面的话 都有判下来 就是说以前的话 DC还有的区加哥都市政府的话 通过法律禁止民众持枪 但是打到最高法院里边去 他说这些法律里边 跟我们第二搜征案是抵触的 这些法律是不能够生效 在今年的最高法院里边的话 也有好几个有关持枪的法案 打到的最高法院去 都是州政府要管理这个枪支 包括Orange County里边的话 就是说我要持有枪 我要申请持枪证 但是Orange County里边的 陷阱局长的话不签给我 以这个理由的话 他告到最高法院里面去 他说第二搜征案 保证我有拥有枪的权力 拥有枪包括 我就持有枪都是我的权力 打的他的希望能够的说 这个持枪的权力 不需要警察局局长屁 所以民众可以 不需要任何理由 可以拿到持枪证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 最高法院并没有受理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话 他判例下来 民众可以拥有枪 但是的话地方政府有权力 管理枪的使用方法 谁可以拥有枪 加州跟加州 纽约州 还有很多州的话 是非常严格 如果你有重罪记录 你不能有枪 你在加州 你有家暴案件 不管是重罪 轻罪 有没有坐牢 你只要被警察摆哭过 你不能有枪 如果你有精神病 不能拥有枪 如果你有枪的话 你的枪不能够 跟子弹放在一起 以后枪不能够有全自动的 半自动里边的话 子弹不能够超过八发 所以这些规定里边的话 都是属于合法的 加州跟Saint Louis一样 非法展示武器 你拿出来 吓住别人 这个部分的话 在公众场合里边的话 是属于违法的 因为它是在门外面 因为在屋内边的话 他拿起枪来 你敢进我的房子 以后我就开枪 这种的话是属于合法 但是一旦知道了屋外面的话 就变成违法的行为了 所以这是加州跟Saint Louis州里边的法规 好 谢谢邓律师给我们进行分析 那华人在美国生活 要保护自己 就要知道如何利用法律 行使自己的合法的防卫权利 在美国司法界 有一个普遍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个人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 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一个弯曲的华裔店员 枪杀了偷烟的小偷 但是却因为谋杀罪入狱了 邓律师我想请问一下您 能否您借这个案例 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 使用枪支进行防卫呢 当然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民众拼命去买枪 有很多一些民众的话 就是说我要用枪来保护自己 其实我也再一再提醒大家 枪有枪是有很大的责任 所以因为你使用不当 可能会因为这个武器而坐牢 在湾区欧人的地方 有一家便利店叫Sircle Cake 就像7-11一样 有一个男子20多岁的 白衣青年叫黄文勇 黄文勇的话他在里面坐便利店里面 坐店员 他看见的话有一个小偷 偷了香烟正要走 被他拦下来了 没想到的话小偷的话 跟他发生争执 他用枪将这个抢匪的话 小偷的话开枪打死了 没想到的话打死之后 现在被加州政府起诉 谋杀罪 在不管是警察还是民众 他们洗枪的 在目前的权力里面的话 都是在自己生命 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采取致命的手段 来保护自己生命 或者是保护他人的生命安全 他的前提就是 你必须是致命生命威胁 Inmediate Inmediate threat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他偷你的东西 如果他手上有枪 你可以开枪 他手上有刀 视向你 你可以开枪 但是他手上没有东西 一包香烟 你就开枪 这是用物过度的行为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有枪该什么使用 非常重要 在以前警察开枪的时候的话 这个往往的话 都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他说我有看到 他手上有枪 我有看到了 他手上 他可能手上有刀 向我冲过来了 或者向其他人冲过来了 冲过去 为了阻止 命案的发生 我不得不要开枪 那时候没有录像带 所以往往警察说了算 为什么 很多警察 同伴 同袍 同事 也是说 对他讲的都是对的 但是现在开始里面 从George Ford的案件 我们可以看得出 警察身上 有全身带的录像 街头上面 有录像 旁边的路人 有手机 所以基本上的话 在今天 这个华盛顿邮报里面的话 就报道一个白人警察 做了十几年了 他现在的话 面临该不该开枪的情形 就是说 一个黑人拿着枪 朝了他来 以后除了这个时候 他一发现的话 每个人手机都举起来了 这种情况之下 他开不开枪呢 所以这个部分 在加州 如果是他你生自己的生命 受的威胁 你可以开枪 但是如果是他像这种情形 没有构成生命威胁的话 你不能够开枪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要不要开枪的话 最好的方法 你拥有枪 你应该要知道 这些基本的常识 在生命 没有受的威胁情况之下 是不能够开枪 但是如果是对方 已经手上有东西 或者是你误以为有东西 你误以为自己生命 受的威胁的话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在法庭上都可以说 我误以为 所以标准的话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性 尽管你误以为错了 他手上拿的是手机 不是手枪 但是如果你当时 误以为他手上有手枪 这种情形的话 这个开枪 有可能是合法的 好 非常感谢邓律师 和我们分享 本周重大的法律新闻 而且给我们分享 这么重要的一些法律案例 邓宏律师是负责专业刑事辩护 及人体伤害理赔的法律业务 我们平台提供的邓宏说法节目 主要是向观众朋友们普及法律支持 并不构成律师与客户的关系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微观LA视频频道 和邓宏说法频道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